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你这菜怎么有味呢 服务员一闻 确实有味 急忙跟我们道歉了 过了一会儿又端上一盘 我一闻还是有味儿 气得我啪一排多了 我说服务员 你们这菜怎么回事啊 过期了吗 怎么有酸臭味呢 全店的人啊 起刷刷把小目光全部听我 这时候店主不慌不忙地就走过来 很恭敬地对我说 先生 麻烦你把鞋穿上吧 这下丢人丢到了 我就急忙从所有人的目光 我现在闭开一会儿吧 于是我就转移话题 我说服务员 我想尿尿 厕所在哪呢 服务员很亲切地对我说 先生 我们店没有一瞬间 你可以去对面对面公厕 我隔窗一看对面确实有个公厕 上面还写着每次收费两元 我说那不得收费吗 服务员听了急忙解说 免费的 我们店和公厕呀是有约定的 你到了公厕门口啊 就说我是吃饭的 他就让你进去呢 经过上面的事啊 一闹 中午的饭也没吃好啊 到了晚上我哥几个说那好吧 撸串去吧 就找了一家路边店 点了一大堆的串和几个小菜呀 这边吃边喝正带劲的时候 突然一个哥们从盘子里就加了一根头发 这么长吧 我们几个一看 一级就幸灾乐祸地开始调侃了 说的师父边做菜的时候边聊什么 结果妹子的头啪就掉进去了 之后还展开了一大段关于师父做菜时候的联想 说的我那个哥们啊 哎呀 有点反胃 那哥们把筷子啪的一摔 苦大抽身地就看着我们 我们一看他不吃了 更加得意地吃了起来 我这拿筷子啪我就掐了一口 啪就放嘴里 放嘴里之后我就发现了一根 怪异的头发 不长不短 弯弯曲曲的 哎呀 看着也不像烫的头发呀 哇 吃出一根卷曲的毛发 这下可把我恶心坏了 再也不到外边吃饭了 于是啊 我就顿顿在家吃 这节假日期间呢 吃饭啊 先让大家拍照发个朋友圈 基本上是饭做的礼 我问我妹儿啊 我说为啥每次吃饭 你都必须发个朋友圈啊 是不是想秀一下美食 我妹儿说不是 是因为最近食品安全呢 问题频出 我怕万一哪天呢 自己食物中毒死了 那他发的朋友圈 那是最后那道菜 就是最非祸首 真是法治社会呀 处处要留心收集证据呀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立歌脱口秀天天把你动 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哎呀的 立歌脱口秀天天把你动 走你